图腰节是全国新都教徒和家团圆的日子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每逢佳节都能够和家人待在一起 没错 这里说的就是我国羽毛球女双选手蒂娜 今年的图腰节对她而言别具深意 因为这是她时隔七年之后终于可以不需要在赛场上过节 而是回到家人的身旁共度美好时光 26岁的蒂娜今年将在雪兰儿八生和她挚爱的家人 一起庆祝图腰节 过去几年的图腰节蒂娜都因为必须要专注比赛 错过了和家人庆祝佳节的机会 回忆起过去欢庆图腰节的记忆 最让她印象深刻的莫过于2022年到法国参加比赛 在异乡过节的难忘经历 当时她穿上了西衣服和朋友一块在法国用餐 当作庆祝佳节 当年的记忆也是最深刻 因为蒂娜和陈康乐最终过关斩将 成功创造历史 为我国拿下第一个法国超级750冠军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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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